让他亮相 我先把IG看一下 好的 我的声音滚 大家好 我们是大叔 中文 太不起了 不歧视我们的特色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茶叔 大家有没有想念笨书 笨书都好久没来了 大家好像都没有留言说 我好想笨书 所以笨书可能 大家可能不太喜欢笨书 或已经淡忘了这位老师了 那也没关系 大家爱我们就好了 大家更爱我们两个对不对 没错 嘉嘉也是我们的 每次都会来的学生 欢迎 这位也常常看到 你们都取一些很难 诺威是不是 他已经加入小鲜肉了 已经你们见过面了 对吧 有有有 帅哥 诺威菲律宾的帅哥 学生 他现在在大陆 他现在在大陆 他在大陆呢 对 他在上学还是怎么样 这个倒没有问题 应该在工作 他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那肯定是工作 两个女儿了 我们的海南岛的朋友来了 对 小鲜肉 对对对 你要加入我们 你已经加入我们小鲜肉了 对不对 这个海南岛的朋友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对他升级了 他本来小鲜肉 我看升级小鲜肉 好 那就可以和大叔们见面了 对 对啊 这位同学 这个贝叔会跟你联系 然后你可以每个星期日 跟我们聊聊天 贝叔在哪里 终于有人问了 感动 贝叔你感动 贝叔哭了 终于 贝叔最近 对贝叔最近要念书 比较忙 你说念什么书 都是老师人 念啥是书 对嘛 星期五 星期五贝叔会来 对对对 好 剧脸之城来了 嗯 还有real ghost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 我看那个IG 有个朋友留言 哥你好 哥哥 好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有哪些词汇是中国人现在没有在用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到底有没有在用 还是用了也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今天 我跟参书是两位母语者的身份来讨论这些词汇 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告诉你们 这个绝对不要用 我们是不会这样 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说清楚 到底能不能用 那要怎么用 就像在短视频一样 don't say你好 don't say 对可是我觉得倒也不一定 也不至于 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词汇 就是小姐 中国人会用小姐吗 好 参书请你告诉我们 以你的生活经验 你觉得我们会用小姐吗 小姐 就说实话 还是会避免使用 会不会避免使用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很少会听到 但是说比如说在一些正式的场合 比如说开会啊 国际会议啊等等 什么什么先生 什么什么小姐 倒也有可能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很少听到 因为它会引起歧义嘛 对 因为小姐是出卖色相的人 对对对 那个意思 对 身体工作者应该这样说 对 哎呀 好好文雅的说法 身体工作者 我们这边会说性工作者 身体工作者 我们我们会说失足妇女 当然 失足妇女啊 失足就是不小心的 失足妇女 不小心进入了这个行业 失足对不对 对对 失足 诺维帮辩书找了个理由 辩书有约会啊 很有可能 和老师约会 对 对 那 呃 参数说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在一般的场合 我们会避免使用小姐 因为小姐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 呃 身体工作者 或性工作者 那样的女性 那不过 我可以说一下 在台湾 在台湾小姐是很常用的 哦 对 嗯 几乎 无所谓 我们完全不会想到 当然在台湾小姐也有那个意思 嗯嗯 但是日常生活使用 大家完全不会误会 啊 所以我们会说电梯 你好像好奇怪 你说我脑子里有好像有个台湾的口音在说小姐就感到台湾的人就听到过这种话好像 对我们我们会说电梯小姐啊就是帮你按几楼的那个卖场里有帮你按几楼那个小姐你们会有这样你们会这样说吗电梯小姐 你们电梯里专门还有人按电梯的啊这个有卖场的有啊卖场有啊啊而且穿的穿的很漂亮这样子啊然后如果我们加上姓的话更常见李小姐 林小姐 黄小姐 这个完全不会有误会的意思啊所以呃可能在台湾跟大陆的状况不一样在台湾是蛮常用甚至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叫服务员哎小姐来一下可以 他也不会觉得你在叫我那个性工作者吗也不会对对所以在台湾小姐非常常用而且不会误会啊当然在那种场合工作的女生也可以叫小姐 但是平常我们使用小姐呃的时候频率啊非常长非常长对非常长那可能在大陆比较少用啊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嗯在大陆的话 比如说因为有些场景他确实需要叫人嘛比如服务员怎么办对那我们不叫小姐叫什么呀对不对美女美女是美女啊或者就直接叫服务员 对对就好了就好了服务员过来一下对那你如果小姐过来一下可能在大陆不太好对不对被人打 真的被人打对不对啊对对我记得以前在重庆上学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叫法挺好玩叫腰门腰门是什么腰就小的嘛 就腰门腰门腰门的意思哦腰门的意思哦这可能是四川四川口音啊对四川口腰门对腰门腰门啊对挺好玩这个所以各位同学注意你在台湾如果说哎小姐来一下没关系哦在吃饭的时候吃吃东西的时候但是在大陆不要大陆你可以说服务员来一下如果是叫服务员就行了美女来一下哦也可以 但是你们也不要哎非常没有礼貌哎不要用哎这个哎在中文是很没有礼貌的叫法嗯好所以这个帮大家最后做个总结一下哦在台湾可以用小姐没关系没有误会特别加上性也没有关系在大陆应该也是吧李小姐黄小姐应该没关系李小姐反正我们不会叫加一个小子比如说在公司里头同事理解 王姐王姐对对对对如果是这个我们在这边指的是年纪稍大的女性对可能年纪比我大一点我可以叫她理解而且比较亲切是的那如果是李小姐可能我叫的是客户或者是哦之类的哦在台湾是可以的啊在大陆就是在这种场合的话可能比如说工作场合会直接叫她的职务名称哦什么什么经理啊啊什么经理啊啊主任啊啊主任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也是这样子是的好那在台湾用小姐没关系在大陆还是避免那据我所知在香港或在新加坡的状况跟台湾比较像啊就是小姐也没有太多那个都可以叫啊所以在甚至是尊称啊有点尊称的意思啊所以在新加坡在香港可以啊但在大陆现在可能要避免而且聊到这个 说到小姐对我也想了那先生其实也不怎么用吧台湾常用台湾常用先生李先生也叫常用啊可以也是一种尊称不过我知道在大陆很少用先生对你们很少用一样一样用职称吗用职称比较多用职称比较多经理理经理对啊那如果不知道对方的职称呢那怎么办那不可能你也不可能正式的情况叫他帅哥啊不可能你要比如说正式的场合你肯定是知道他的职称是什么职称是对吧 那如果一个国际会议呢国际会议呢国际会议呢我们邀请我们邀请胡小姐还有陈先生会这样说吗那直接呃直接什么主任啊什么经理啊这个更多啊所以你们还是会你们还是会我们更突出这个职位职位的话比较多所以你们其实我们我们其实先生跟小姐用的非常的广泛是吧而且甚至小姐也没有什么不尽的 这个意思所以在台湾都OK我知道在新加坡香港也是这样子啊那可能大陆真的就我觉得是不是和就是和西方文化交接就是交流比较多的地方因为他们会觉得小姐先生就能Mr.Mr.Mr.就是直接提议过来比较多一些那参数我问你太太呢李太太黄太太你们常用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也不会因为我之前跟廷老师直播过他说他们也没有他们没有说李太太没有啊 很少啊很少啊对啊像我老婆的话没有人会说是李太太一般的话比如说在这个呃我就是比如说我儿子的他妈妈他们这个群里头会叫姚姚妈这样会这样会叫啊或者呢我们也会对对对对就因为大陆没有说一个人嫁给另外一个人其实你就会叫叫她的是什么什么的太太就没有这种状态还是很独立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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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所以就是在台湾你可以用太太 可能真的是西方文化的影响 因为有Mr. Mrs.跟Miss 你可以说李小姐 李太太李先生都可以 小姐在台湾用没问题 香港新加坡用也没有问题 在大陆就尽量避免 而且我知道 现在大陆很多这个IG的汉语老师 现在在推广一个运动 叫做小姐正名运动 他们认为小姐本来一开始 就是尊称女性的一个用词 为什么要变成那方面的意思 所以他们现在在推小姐正名运动 就是他们要赋予小姐这个词 原来尊称的意思 就是大胆的用小姐 我不怕 不用去担心她有prostitute的意思 所以我现在看到IG上 有很多女生的汉语老师 在推广这个运动 原来这样 或许语言是不断在变化的 对 语言在不断变化 过了几年 小姐真的广泛为大家使用 然后是尊称的意思 或许又变回原来那个意思了 因为小姐本来原来的意思是尊称的意思 是的 是的 OK 好 好多留言 好多留言 我们聊太多了 好 刚刚顺便说一下 参书有说一个奇异 这个词汇 奇异就是区别不同的意思 好 OK 我们看一下 你好 要点菜 我要点菜 对不对 我要点菜 你好 对可以说 你好也可以 你好 或者服务员来一下 小姐多少钱一碗 小姐多少钱一碗 这个当然会误会了 这个当然会误会 我们当然用词上要比 对 新加坡可以 法书们要去以色列旅行吗 上次才说参书要去哪里旅行 这个是不是他上次也问你 说参书要去以色列旅行 对 好 据点之诚说 现在还没有出谷的计划 这样是 对对对 没错 我们现在要专心做大书 对 好 据点之诚说 好 来参书念一下好了 对我来说叫服务员美女 也好像很奇怪 我用服务员这个字就好 对 其实叫直接叫服务员就行了 对 我觉得叫美女 如果我跟这服务员不熟 我也会 你张不开口了 其实你就说 对 就乖乖 而且这服务员如果很丑 你也叫不出来 对不对 美女 像美女帅哥这种词 在台湾比较少听到 我说实话 可能在菜市场可以 菜市场有一些嘴巴比较甜的菜饭 可能还会这样 帅哥来呀来呀 对对 其实在西安这边 老被叫 比如说一般人 我反正我老被叫哥 或者 有些老喜欢叫哥 或叫姐 姐 这个 他推断你比他年纪大一点 他会叫你哥 有时候成天去快递的时候 对对对 那些 那快递的 就是他就是快递 我们有一个驿站 所有的东西 快递都放在那块 然后我成天去嘛 他就说哥 你的东西来了好多了 什么什么 都就叫哥这样 对 感觉好像很亲切的 很亲近的感觉 对 这个大陆 我觉得你们蛮常用哥 姐 对对对 特别是北方 北方用的比较多 这个在台湾很少用 如果你说哥 我会觉得 就是好像女生 撒娇那种感觉 哥 我们会觉得 如果男生跟男生讲 会有点奇怪 对 会 现在也慢慢有 慢慢有受大陆用语 你想 我觉得也有人会用 对 因为我以前看那个 韩国中医的时候 韩国人们 他们比较讲那个辈分 稍微比你高一点点 都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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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 很那个什么 一开始其实我那时候 也不是特别习惯 就看之前有一个中医 大陆的一个中医 里头有一个是 韩国练习生回来的 就是他本来在韩国 待过一段时间回来 就是在 他叫节目组里头 同时一起参与的那些演员 他叫哥哥哥 我就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都一直叫人哥 但是好像现在听多了 觉得还好 听多好像也很亲切 对不对 就是你跟他 要感觉 跟他亲密一点 亲近一点 因为叫哥 比如说你们如果叫我哥 我一开始也会很不习惯 但是慢慢可能 久了就听久了就习惯了 是的 好来 赫华就是那个挪威的学生 我们就是访那个老师 他就是他介绍的 就他介绍的 对对对 赫华 对 好来 这个参数帮我念一下 作为男生 我觉得叫另一个男生 帅哥还好 但是叫女生美女 好奇怪 可是我觉得在大陆好像还好 对不对 因为你是赞美人家 美女 美女 如果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摊贩的老板 可能你可以这样 因为你在招来客人 反对我 我是从来没有叫过别人美女的 我觉得有点轻浮 说实话 对 我觉得帅哥美女 大家也不要随便用 其实帅哥美女是用在 比如说你在卖东西 帅哥来一下 会这样用 一般我们也不太会用 帅哥美女是 你希望他来买你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老板会这样说 一般我们也不会随便看到 一个路上一个女生 美女 很轻浮 其实很轻浮 不要乱用 对对 因为我觉得在餐厅 你叫服务员 美女 我也会觉得有点轻 我觉得啦 有点轻浮 对 所以我觉得帅哥美女 一般是用在你在卖东西的时候 你是老板 会用 好 这个诺威说在深圳 诺威在深圳 对 深圳已经常用老板 对 深圳那些人 曾经赚钱 对 爱赚钱 台湾也会 就是看 看他这个人 看起来像老板 或老板娘 我们陪老板娘 可以会这样 对 好 这个同学们 对这个词汇很有想法 好 这个来参数念一下 在大陆街头 除了帅哥美女 请问怎样称呼男性 女性陌生人 因为有时候想称呼年纪比自己大很多的人 鸽姐又好像不太合适 就是年纪略大 可以叫鸽姐 那如果年纪差十几岁 二十几岁 那要叫 那就是阿姨吗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可以 叔叔阿姨可以 比如说比你大二十岁 三十岁的 又还没有到六十几岁 那么老 对 可以 叔叔阿姨我觉得很 叔叔阿姨比较保险了 但你不要叫人爷爷奶奶 就有点奇怪 爷爷奶奶是真的看起来很老的时候 爷爷奶奶 那各位同学 你可能学过大妈 不要乱用 大妈 听起来好像 可是会生气的 对 跳广场舞的那种大妈 对 大妈啦 大爷啦 这个都不是我们平常在叫人的时候用的 叔叔阿姨可以 比如说我可能会叫 参数的妈妈 叫阿姨 对不对 对 或叫参数的爸爸叫叔叔 叔叔阿姨 那真的很老的 六十几七十几 六十几还好 七十几八十几那种很老的 就叫爷爷奶奶 是不是 他以 其实他们也不喜欢被叫老 你叫叔叔阿姨没有任何问题 人家都愿意答应 对 OK 对 叔叔阿姨可以的 然后 哎呀 谢谢 又给我们打赏了 谢谢 感谢 感谢 我们就是需要这种人才 阿姨啊 阿姨如果年纪真的比你大十岁以上 我觉得可以叫阿姨 因为你叫姐又好像太那个了 对啊 你要叫等子大几岁 你那叫姐就行了吗 叫姐也是挺平常的 对 然后如果大十几二十岁的 就叫叔叔阿姨没关系 卖东西叫姐 可能还希望人家叫姐呢 你直接叫阿姨可能不开心 二三十岁以上吧 我觉得应该 这位同学叫叔叔阿姨 一定要确定他比你年纪大很多 对 不然其实蛮没有礼貌的 非常没有礼貌 比如说我在公交车上 被一个大学生叫做叫做叔叔 我是很不舒服的 我可能只比他大十来岁而已啊 可能他叫你哥 哥这个位置让你坐 你很没有礼貌 我一不是大爷 好 所以这个中国的辈分跟称呼很复杂 这个建议大家有机会去中国生活的时候啊 多多的学习这方面的事情 轻我觉得也不要乱用 轻现在其实用的少 现在很少 这是一个很旧的网络用语了吧 算是 对 就是轻就是这样 就是好像很喜欢你这样 轻一般比如说淘宝上那些卖家 你还在沟通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写个文字版的轻 什么什么 对对 好 我叫保安叔叔 保安 保安如果年纪比你大个二十岁 我觉得可以 保安叔叔也可以 保安叔叔 或保安哥可以吗 我们会这样讲吗 保安哥 你不要加个保安了 你就叫叔 或者哥 反正北方人是习惯只叫一个字 叔和哥 我觉得 我觉得这位保安 如果年纪跟你比你略大 比你略大 你可以叫他哥 如果大比较多 叔叔 就好了 好 对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叫哥或叔的时候 其实会把他的名字带进去 比如你认识他的话 像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认识很多踢球的人 他们喜欢叫我唱歌 唱歌 可以 或者李叔 李叔 李叔 对 李叔 李叔感觉比较平净 李叔叔 陈阿姨 黄阿姨 等等 中国都很常加个姓 在名称 姓或者名都可以了 有时候 黄金李 李老板 都可以 这个在英文不行 在中文都可以 对 甚至我们在台湾会叫胡妈妈 陈妈妈 我们可以这样叫 比如说 可能我会 我会叫 比如说 比如说我遇到了姚姚的妈妈 姚妈 姚姚妈 姚姚妈会这样叫 姚姚妈 自由的 你要惯不惯 不惯都可以 好 大家问题很多 可能一集都可以讲这个 一集讲这个也没关系了 来年纪比较小的陌生人 叫弟跟妹吗 弟 妹 对 小姐姐吧 是吧 小姐姐可以 弟或妹 感觉 你完全的陌生人 其实怎么叫来的 不会吧 而且要看年纪差多多 如果年纪比你小一点点 会叫弟吗 直接叫名字 一般情况下 直接叫名字 你不会随便叫一个人弟 很奇怪 对 我觉得会叫名字 年纪比你小一点 就直接叫名字 不管男生女生 她是对应的哥和姐 当哥和姐 其实就是完全陌生人 叫人哥姐 人家是觉得你是尊敬我 我会舒服 你叫一个人弟或妹 你感觉上 其实是觉得 她比你小了 对 就是她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 就是感觉不一样 不能这样直接用 反正 一般的话 年纪小的人 直接叫名字 就叫名字 对 年纪比你小的 那年纪就是 其实是小朋友那种 就是小姐姐 可能十几岁的女生 小姐姐 小妹妹啊 对啊 小妹妹 小朋友 对 小姐姐一般不会用在 二十几岁的女生吧 小姐姐会吗 会 好像都是 会大陆会用到 会叫小姐姐 但是最多就是用到二十几岁吗 不可能用到二十几岁了 三十几岁就不会叫小姐姐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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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长 我发现这个 对 这个真的讲不清楚 很难讲清楚 好 据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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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大哥中文 嗯 当然啦 当然 当然 如果你照这个年纪辈分的话 是这样子 那对 对对 对对 好 OK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因为太多了 可能会不晚 我们再来讨论下一个 好 下一个我觉得讨论一下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两个词会真的不一样吗 嗯 嗯 你只说不用 妹子 妹子 妹子好像 没有吧 就是电视剧里头 以前的古装剧里面才会用的啦 你不会叫一个 妹子有时候还会叫你的太太叫妹子 古时候 古时候 对 因为古代了 现在没有人叫妹子 没有人叫妹子了 好 来 汉语跟中文 嗯 我们会用哪一个 会用哪一种 好 汉书你先聊聊你的使用经验 你会用汉语还是中文 还是都会用 嗯 我感觉我都没没没怎么用过汉语这个词语 都算中文 对 我不晓得 汉语对我来讲是非常正式的 对 一个词汇 汉语我可能在 比如别的语言什么英语法语 所以才多了个汉语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没怎么听说有汉语这个说法 对 对我日常生活中都说中文 在台湾没有人说汉语这两个字 我们都懂意思 但是没有人用 我觉得汉语可以简单说是像书面语了 平常说话不太会用 所以各位同学 你可能曾经看过IG或TikTok 有老师介绍说汉语就是什么什么 中文就是什么什么 他们是有区别的 可是我觉得那些根本就没有那些区别 我觉得我们都是就是用中文 对 你会讲中文吗 你会讲汉语吗 你也可以说你会讲汉语吗 但是我们不太不会这样说话 很奇怪 很奇怪 我们都用中文 汉语可能是说那个书的 那个书名可能会用汉语两个字 还有什么比赛叫汉语桥什么的 汉语桥正式的 非常非常正式的书面语跟用法 跟名称才会用到汉语 或者是你刻意的要跟其他语言做区分 我们才会说汉语 像刚刚参叔说的汉语桥 因为汉语听起来就比较正式嘛 所以比赛的名称就会用这个汉语比较好 好那所以这边简单告诉各位 我们平常说话都是用中文 对 我个人从来真的从来不用汉语说话 不用汉语这个词说话 对 好那这个每次讲到这个就有人问 老师那你们会不会在平常说话的时候 讲普通话这三个字 普通话是会说到啦 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人都有方言 方言 对啊 你普通话说的标不标准呢 对吧 你要说标准的普通话肯定会用到 是会用到 对 这里告诉各位哦 中文跟普通话就有区别了哦 中文跟普通话 中文指的包括方言都算是中文吧 是不是 对 普通话是就是讲标准的中文 就是北京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普通话 我们要不讲普通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对吧 对啊 那我们可能讲方言 方言也算是中国的中文啊 也算是中国的一种 一种 地方语言嘛 所以普通话跟中文倒是有不同 中文指的就包括方言 各种中国的语言都算是中文 普通话指的就是正规的 北京为北京话为标准的官话 这个叫普通话 这两个就有差 普通话就是政府定下来 就是让大家去学习的推广 官方语言 对 对 但是其实很多人会说学习 学习中文 那就是其实也就是学 这个普通话 就是广义范围的这个语言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说学习中文指的 其实也就是普通话了 对啊 那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我们在生活中 讲到普通话的时候 就是我们聊到跟方言要有区隔的时候 比如说 诶 赞书 你会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我会讲广东话啊 广东话啊 就是要区隔的时候 你会说普通话 是 还是广 因为广东话算是一个方言嘛 方言 所以你特别要跟方言做区隔的时候 你才会用普通话 一般我们说话是不会用普通话这个词 对 好 国语的话 国语 是台湾会说国语吧 台湾会说国语 而且可能会变成科目 你们叫语文 对不对 大陆叫语文 我们会叫国语 指的就是中文 我们会叫国语 今天我要上国语课了 这就是中文课的意思 语文课 对 但是我们平常说话也不用国语 不会说国语 不会 各位同学 简单说 中文 就是日常生活最常用的了 汉语 基本上是非常正式的一个名称 平常说话不太用的 这是最简单的区别 也没有像其他汉语老师说的 汉语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中文其实都没有 我们常不常用的问题 普通话 就是用来区隔其他方言用的 简单讲 就是这样子 台湾国语是什么 台湾狗语 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是台湾国语是吗 台湾狗语 带着台语的口音的 国语就叫台湾狗语 那就是和这个大陆很多说什么川普 散谱 浙谱 就带当地口音的这种普通话 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台湾国语就是你讲的中文带有台湾口音 叫台湾国语 像我们台湾的汉语老师 为了纠正自己的台湾国语要练很久 我们会问说你们会不会说中文 我们不会说你会不会说汉语吧 但是不会这样讲话 说实话 我们不会这样讲话 好 所以这个 Hello Jody 是我的美国的朋友 对 我们其实就建议大家平常说话的时候 就用中文 然后也不需要去思考 这有什么差别 不用去想那么多 你就用中文就好了 我们都是讲中文 我觉得没有人真的说话的时候讲汉语 对 我看到有一个觉得说 就是中国话 中国话这个好像 后面底下又有一个 Segel也问了 会中国话吗 我好像我没打用过中国话 我们不会这样说吧 你会中国话吗 不会 你这个出租车司机是哪里来的 我们就说你会讲中文吗 你会不会说中文 对 你会说普通话吗 对吗 对 你会普通话吗 会 你会普通话吗 会 你会中国话吗 我们不会这样说话 我们 我记得之前有台湾一个组合叫SHE 对对对 他们有一首歌叫 有在说中国话 对对 可是那是歌词 歌的名字我们就无所谓 一般讲话不会这样 中国话 感觉好像是外国人 中文没有学好用的词汇 对对对 好 简单告诉各位 你们就用中文就好了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正式的场合才会讲汉语 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讲汉语老师 那是跟其他语言做个区隔 是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就说 你像Segel说 出租车司机会问我 你会中国话吗 还有赫华说 我也听人说过用中国话 我觉得可能是有些人 他们专门针对外国人 就问你 你会说中国话吗 对 没错 会这样 这样情况会用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是不用 不会 日常生活 我们不讲中国话 这三个字 可能赫华跟那个C主 可能你们遇到的人 可能看到你们是外国朋友 所以故意这样说 让你们比较了解一点 比较容易理解 中国话吗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 你们就不要去学这种用法 我们平常不会这样讲 平常不会这样讲 好 好的 哇 我们已经聊半小时了 对 怎么回事 我们准备了五点 五点 其实我有准备六点 那好吧 那各位同学 我们就等part two 好不好 各位同学 part two 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那今天也还来不及广告 那就下次吧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聊到了小姐 还有汉语跟中文 这她的不同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聊这样的东西 这个也跟这个中文文化的差异 很有关系 地区的差异很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话题 请你们留言告诉我们 我看笨笨来了 笨笨 笨笨说再聊半小时 我们不聊 我们要去休息了 再见 笨笨还是这个 这个笨笨星期五要跟我聊并句 对不对 我们要聊HSK五集跟六集的并句 那下星期一 我再跟灿书继续聊 这个中国人会说这样的词语吗 这个主题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实用 因为如果你们在中国生活 用错了很尴尬 比如说你叫灿书 灿书大爷 那就很急 灿大爷 叫我歌就行了 不用客气 对 叫我 我也觉得我比较喜欢听歌 你查歌 查歌 听起来很舒服 好 OK 对 谢谢这个 谢谢这个 Sedro的这个 打赏 好 那么我们明天见咯 不是明天 下次见咯 太想要再聊了 下次见咯 我们星期三有节目 然后星期五直播 他入了分数 对 然后我们下星期一 再跟大家继续这个主题 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 让你很困惑的词语 你也可以 留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也会多聊聊 这方面的事情 谢谢哥 这个叫现学 现学现卖 好 OK 贺华说太期待了 OK 有人说对外国人特别有用 好的 下次见咯 拜拜